晚上7點45分 我們準時來關心天氣 現在封面來到哪裡了呢 封面已經來到了台灣的東方海面 持續的東移在遠離台灣 所以台灣的環境長水氣開始慢慢減少了 提醒您是慢慢減少不是完全沒有水氣 所以今天其實全台各地 還是有一些零星短暫陣雨的出現 但是整體來說 下半天開始降雨都緩和下來了 您可以注意到台灣持續吹 封面移過東北風的一個環境 北方比較涼一點點的空氣下來 自然再加上尹封面的北部東半部地區 雲比較偏多的關係 今天北台灣難得覺得溫度蠻舒服的 大約是24 25度左右蠻舒適的溫度 今天全台的高溫就帶您來看到 今天北台灣基隆就22.2度 台北跟新北落在25 26度左右 但是整個台中以南還是熱到不行 很多觀眾朋友說 真的現在的天氣不開冷氣不行了 您可以看到整個台中以南 都是在30度以上的高溫 高坪地區都站上了34快要35度的高溫 日夜溫差是大家還是要留意的重點 再來一個溫差就是南北的溫差了 您可以看到都有普遍來到 大約是8-10度的南北溫差 所以南北往返的觀眾朋友要留意 今天要留意 明天持續要留意 台灣語圖帶您來看 因為持續還是東北風的一個環境 雖然水氣在減少還是有一殘存的水氣 導致各地的雲層尤其是北台灣還是偏多的 但是降雨的形態來看還是集中在中午過後 山區午後熱對流的發展來到中波假期 東北風減弱轉吹偏東風 甚至是東南風 偏南風到時候也會直接吹起來了 溫暖的空氣一上來 自然各地的溫度就會快速地回暖回來 溫度曲線我們現在關心北部跟東半部地區了 您可以看到溫度曲線很明顯地帶您來看到 節節攀升來到週末假期 北台灣又會恢復到30度人熱的高溫了 那中南部地區變化沒有像北台灣那麼的多 天天都是30度甚至是30度以上的高溫 那對於中南部地區的觀眾朋友就要留意的重點是什麼 極端高溫還有一整天悶熱的感覺 所以最近呢中南部地區的觀眾朋友出門的時候呢 穿著透氣很重要還有一流汗 趕快擦乾免得不小心朝涼感冒了 姐姐明天各地的溫度要提供給您 北部地區明天的溫度開始緩慢的回升24到27度 早晚偏涼 中部地區的觀眾朋友白天都可以來到27到30度以上的高溫 南台灣的部分要留意的是高頻地區 明天空氣品質亮起了橘色燈號 東馬部地區明天降雨機率稍微的偏高 30%到50% 離島地區的觀眾朋友白天高溫20到27度 以上就是這一集的跡象 立刻下載經紀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敬善敬美 敬好新聞 安! 二手掌握測 了